第五次《彼麗晚報》就不播了 最後一首歌是《漆黑張不再面對》 這是盧冠廷的版本 盧冠廷應該在1989年 又出了這首歌 不要說現在的Lolo是怎樣 什麼變都聲音 幾十年過去有很多事情 人們的看法都不同了 但有些事情真的不會變 連我們偉大的湯家驊也會去悼念 今天我們要早點轉發一篇文章 因為他認為是很重要的文章 我這些文章 這些涉及陰謀論的文章 我也是當陰謀這麼大的 雖然這次是說特朗普 我也不覺得特朗普有沒有那麼高 走一門這麼大的棋 大約是說什麼呢 他說現在特朗普 是在用自己 來做一個有利 設定未來逮捕和逮捕前任總統的先例 因為好像 好像克林頓 奧巴馬等等 或者 希拉里 不是總統 或者拜登 他們都有豁免權 但是 目前為止 這些人都受不了任何懲罰 所以特朗普 他下這門棋 連一些幕後人士 就是用特朗普來做理 把所有豁免權 所有的東西 設定了先例 到時候他就可以 好像高進那樣 哈哈哈哈 一網 將他們打盡 他 他的情況 即是特朗普 的情況 就證明了以下13點 第一 總統 或前總統 是可以被彈劾的 總統一向都可以被彈劾 第二 就是 總統和前總統可以被迫揭 納稅和商業紀錄 即是說 以前 你們說不可以這樣 但是特朗普突然揭露了 被迫揭 既然有了先例 為何我不揭露得你們 為何歐巴馬會這麼多錢 總統和前總統可以失去行政特權 本身也是行政特權的 總統和前總統可以失去律師 為當事人辯解的特權 總統 或前總統可以被迫公開私人電話記錄 和短訊 總統和前總統的住宅 是可以被FBI守 總統和前總統可以被黨委派員 去傳換 總統和前總統可以多次被起訴 和逮捕 總統和前總統失去憲法第一修正案 規定的言論自由權 總統和前總統失去陪審團的審判權 副總統不再有權質疑 有爭議的選舉票的有效性 即是副總統在以前來說是有權的 但是剛剛 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 彭斯沒有去質疑 我懷疑這一點 因為彭斯不去質疑 就不代表副總統沒有質疑權 當選舉結果有爭議的時候 敗選方面不再有權力提交被選的選舉團人名單 總統和前總統不再享有總統豁免權 這一篇文章 這個朋友轉發給我 就因為他說這個一定要去廣為轉發的 他說目前這一盤棋 是遠遠超過大眾認知的 至少我們現在來說 我也不會覺得特朗普 我覺得純粹是被人政治迫害的 原來是特朗普是被人政治迫害的 原來是特朗普是被人政治迫害的 引誘他們做出這些行為 於是他就可以 哈哈哈哈地 破解這個深層政府 為了徹底的擊敗這個深層政府 將犯下叛國罪和反人類罪的前總統或政府官員追責 他們必須要在法律上設定選擇 要突破公眾的認知形象 所以如果沒有這些突破 你直接用軍隊和執法機構把敵人拿下的話 在假消息媒體煽動和Deep Stay地面流氓部隊檢訪的情況下 美國是會有進入內戰危險的 即是說現在有先事就有先例了 到時我下令他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你 假消息媒體 或者Deep Stay地面流氓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甚麼地面流氓 是不是那些什麼 BML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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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現在 我不知道有人說 現在 剛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有人上了一段影片 那就是 有一幫華人 舉了其示威 叫那些人滾回台灣 就被人起底 就是 中國什麼福州什麼同鄉會 等等等等等等 就說 這些我又不說 因為我覺得這些福州什麼什麼會的人 可能已經在那邊幾十年了 就不是現在拜登特赦 對那些難民暫時 特赦 印出那些移民的部署 好了 很多人 你分享上面這個觀點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笑你們 你說這些話 有什麼大奇論 但是這個真的不是 如果你們真的被 目前的東西牽著走 而不突破這些認知 很容易 墮入 這些地域的 墮入 這些地域的 或者那個 媒體 的 假訊號道 老實說 我真的不能夠覺得 特朗普是高隱到這樣的 北京也是人 但是 在今次 譬如 這個34條罪 都成立之後 這麼想的離譜 好 好的 我現在很想看他7月怎樣判 我真的很想 你猜美國人看得清楚 如果 假如特朗普 如無以外看來 他正在做 沒有什麼難度去做 似乎 到現在 就算他坐牢 他也做到 他也可以當選 雖然有人說 他就不能特赦 紐約 因為他不是聯邦法 管他 不管你判他 四年 兩下 老實說 你已經說得敵了 法官 法官的女兒 和裴審團 不要聽 補充資料 還要 在當然的媒體 還要 暴露所有裴審團 所有人的人名 那美國人住在哪了 你怎麼敢判罪 什麼 老實說,有些人很討厭特朗普,是一件事,你很討厭特朗普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這樣都覺得沒有破壞法治,那他就有罪了 不然這些人不照判,美國就說你真是太冷卻,天真了 你只想想2016年和2020年選舉的人拿過特朗普出來的有什麼後果 包括葉劉卿的女兒 那你就明白,這個才是美國最大的空間 我不斷地說,希望阿成,誰貴言,風雪一浩 他說,一入六月,過了這幾天,他就轉運了 特朗普,你現在就嚇一嚇了,三天之後就轉運了 你說是否下根盤這麼大的棋呢? 他說現在剛剛美國的特朗普,恰恰要做的就是恢復人們對三權分立的信心 所以依法把所有遺害和禍害美國的人渣,一網打盡 其實他很多次說了特朗普會把他們拘捕了,但你就是不信 所以這個文章的作者就說,不要其煩地告租利者的觀點 究竟是什麽人寫的呢 打擾清楚 這些可能是罪犯特朗普的人寫的 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難在這裏 罪犯特朗普的人寫這些東西 到了這些東西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不是買了特朗普 原來特朗普真的是下盤那麽大的棋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特朗普的 他就不會想 原來是下盤那麽大的棋 原來是為了捉這些人 他就不會想那樣東西 而是想是陰謀 是不聽 堅決 就是這樣 這才是這個世界的危險之處 好了 當然我們作為支持民主的人 大家不要以為我真的很賊特朗普 當然我是賊他 其實我是支持美國人民選出來 在公平選舉大選出來的總統 如果民主是什麽意思呢 美國作為民主大國權也是玩假的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好了 當然我們要追時間的話 下一節我們最重要是說回那個無頭鬼 有很多不同的feedback 無頭鬼? 是呀 飛頭鬼 上次我看過照片 我們這一節要做短一點 首先我們賣一下廣告 一定要賣廣告的 搭入6月 去到6月的時候 我們呢 啤梨頻道呢 記住 買到任何1500元的東西呢 我們會有9折 any purchase up to 4500元的話呢 我們會有105折的傳單 我們上個星期呢 雖然是1號 都很澎湃 因為那天有 有上宇 封水豪 還有 Wikker 上來和大家去檢查血管 很多檢查 很多 當然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人上來 包括有些自稱在當日投票中 那麼有意志的朋友 他們說 向我認錯 向阿上宇認錯 好 而我 她問了他們 她懷疑 我還抓住他們的本身心 走到上宇面前 我說上宇了 這個人說你不見得到 搞到阿上宇和那個人很尷尬 我還要逼他們說 那你現在覺得阿上宇不見得到 她說對不起阿你和那個道士 她說上宇 當然我不是叫你們Eat 別人結了分 也不會讓你們Eat 但是上宇當然是Eatable 在她的年紀來說 老實說 她不是在上宇面前 先說Eat 當然不是 我先問她 然後Eat 她也猜不到我會這樣 非常古董 我不知道 好了 但是我跟大家說 河馬43歲 上宇被河馬大的 跟著她沒有整個年齡 四十多年 不要說了 跟著她保持的年齡 比河馬大 喂 真是天與地 真是這樣吧 所以我說河白 我沒有什麼罵她 我只是說 下次介紹上宴給你 對 這麼多錢 不用用河馬 這是最重要的 反正都是花錢的 有什麼罵你 你要熬湯 我給你也會熬湯 對嗎 大家記住 上個禮拜 我們要慢慢慢慢 把產品介紹 多些 因為吸收不像 這個是鼻敏除 這是很簡單的 記住 任何鼻敏感 噴到鼻裡 避免你續親 側側地噴到鼻液裡 我想大家會認識的 然後索基 這樣 索下去 側側地噴兩下 不用噴很多 基本上 根據Victor說 很多朋友幾十年的鼻敏感 都是噴幾次就好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嚴重鼻敏感 可以試一下 好 下一張 這個叫滴鼻湯 我專門容易吸收一點 其實它都是給鼻敏感 不過它不只是給鼻敏感 而且不是噴的 它一瓶有550滴 你是喝的 用很熱的水 滴十滴下去 一會喝兩杯 那你會滾水 滾熱 因為它的密度很高 要滾熱的水 才能夠解開 當然沒有理由你馬上喝 九十幾度會辣死你 解開之後 你等它攤冷了 暖暖暖的 你才喝 一會喝兩杯 它除了幫你滴鼻液 解決你的高沉透 解決鼻敏感之外 最大的另一個作動 就是令你的喉嚨的吊鐘減肥 令你沒有那麼肥大 第一 你的鼻比較通了的時候 你扯鼻汗 根據阿倫卡說 就是因為你的鼻呼吸得不順序 你就用口呼吸 而你的吊鐘因為隨著你年紀大 你的肌肉鬆弛 你的鼻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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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順了 你未必需要用口呼吸 第二 你的吊鐘減肥 你的鼻含聲 會有改善 甚至乎沒有了 這就是滴鼻通的效果 這兩個 都是高沉透 AKK技術 包括我之後會介紹 滴線通 等等產品 大家要留意 比如說天鮮瘦 那些 也要留意暫時沒有火 再去 這個天鮮瘦 你們可以訂購 因為他的貨是可以做的 他現在正在做的 可能這幾天就會有幾百支出來的 天鮮瘦 對白白肉 大腿 兔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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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阿ود 天仙手大家可以訂購,因為做幾百支,如果你不訂購,我怕很快又會沒有購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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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去,木經眼藥水,對不起,各位,780元 本來我私人還想做一個神秘的offer 但是因為Wicker和公司都說不要了,畢利哥,因為其實全線都780元 所以就真的不要便宜了,所以我不能夠在公開財部說 但是我能夠做一件事,就是以前買6瓶才有9折,而買多少瓶都沒有850折 現在我就跟大家說,你們買多少瓶都好,就放在我們的discount上 譬如我買一瓶木經眼藥水,但我買四支醋,超過1500元 我都給你9折,這樣就很清楚了,不一定要買6瓶才有9折 希望大家如果有眼疾的朋友可以試用 其實我現在用很少的,我已經再不是每天四次每次三滴了 我是每天三次每次一至兩滴,因為我覺得我可以了 至少我真的沒有眼底病,我是用來防止我眼疼,眼疲疲 就是要保養,還有那些類管通,希望我不要那麼快會有白內障 什麼黃斑病變的意思 木經眼藥水當然有貨 好,再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放這張照片下來的,但我都快沒貨 不過我去買一貨的,大家已經認得這個樣子 2200顆是一個螺旋組來自日本的 這個螺旋組就是,我不要說美國Larser 歐洲太空總署的指定十條文 它是目前唯一一種天然的補充仔 可以幫助你排出身體裡面的金屬 你身體裡面有多的事,我們在食物裡面有很多時候會有的 吃魚也會有的,魚也會有的,吃菜也會有的 喝中藥是更加的,不要說的 那麼有些金屬我們排出來,有些金屬我們排不到 慢慢慢慢就累積在你的身體裡面 於是會造成你可能那個腎的負擔很大 這一隻是唯一一種天然品 純天然的,可以排出你重金屬的產品 2200顆,你一瓶可以吃兩三個月 除了它的效果之外 至於那些說到每種食物都這樣說 增強免疫力等等,我們就不說了 只是排出你的重金屬就很重要 當然,其實我們買得很好 你用過之後,你會發覺很多東西都好了 其實是因為可能你的肝負荷沒那麼大 那你那個人就精神了 好了,499就兩盒,即是圍到200 如果你買兩瓶的話,就是240多元一瓶 一瓶就吃3個月,即是70多元一個月 200多元吃3個月,即是70多元一個月 兩三瓶就有了,這些食物真的很便宜 下一瓶,下一瓶 好了,鸵鶴膜有什麼特別呢 鸵鶴膜,我已經講過千萬百次 也有很多鸵鶴膜 鸵膜是什麼呢 雞蛋殼和食蛋之間中間的薄膜 它的營養價值很高,特別適合老人家 因為每天4顆,就等於32隻雞蛋的營養 但是那些不是我們所說的,需要知道的東西 因為我們還未到老人家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它對關節和皮膚 修補你的皮膚、印很有效果 但是,在星期六還是星期五 我們收到一個網友的對話 大家聽一下鸵鶴膜在它身上發揮什麼效果 很短的,我們先聽一下 Carol 你好,你剛才和我分享 你吃這個鸵鶴膜的經歷 可不可以和觀眾分享一下 我吃了鸵鶴膜半個月 然後,剛剛去驗骨質密度疏鬆 就是升了2.6 至於上一年,我只有-2.7 -2.7到2.6 吃完鸵鶴膜就升到2.6 -2.6 就是升了一度 就是骨質密度又高了一度 真的很開心 那個鸵鶴膜幫到手 你是吃了半個月 但是我發現我自己的骨質密度疏鬆 都有整年了 2.3年的時候 4月份的 那時候又不知道去哪裏找我 想不想聽到啤梨頻道 就推薦這個鸵鶴膜 我就上去買了 你每天吃多少粒 這次阿比利哥這樣說 我吃四粒 我也是早上空肚吃的 還有之後你又發覺 原來做完運動才吃 又會好一點 是吧 好,太開心了 我都為你高興 好,好,好 謝謝你 真是健康 拜拜 好,先回來 各位網友 其實呢 我們現在兩個同事都忙 我可能要找些拍攝 將我所有這些網友的對話 放回上網 我們的網站 在YouTube上 我都不知道幾個網友跟我講 其實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個網友 他吃卵鶴膜 他說他生了一個子宮樓 就是我不記得大約那件事 吃完之後又沒有了那個樓 那個樓又薄了 那我的太神奇 你已經不相信 我亦都不相信 這一種產品 可以給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大的效果 首先你那個人有沒有那個症候 第二 有時候也真的要說 好像有些人喝草減肥 我就很明顯 我就不行了 這個Carol 他骨質密度的疏鬆是-2.7 吃了多久 好像說幾個星期 或者半個月 我剛才聽說 不是很久 他現在骨質疏鬆密度是-2.6 都是仍然負的 但是就好得到 這些是放在眼前的事實 特別是 好像我外父也說過 又說膝蓋痛得怎麼樣 然後叫他去換膝蓋 是不是要換膝蓋 他說他寧願坐輪椅 那麼激動到我 然後我叫我老婆拿了一瓶 然後給他吃 吃了兩個禮拜 他就說 好像沒那麼痛 我不知道是不是為了省錢 還是怎樣 Anyway 如果你們有這樣的情況 又或者有些朋友 太多的膝蓋 其實我真的賣一個 很驚人的數字 老婆婆 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覺得 我這件產品賣得多與少 他翻單有多少 就代表他有多好 真的不是我厲害 有些產品 真的 賣完膝蓋會慢的 好像最近我最慢的是什麼 突然間慢了 是Look at me 為什麼 Look at me 不好 因為Look at me 是喝那些劑 對藍莓素 對眼睛好 現在他有了木鯨眼藥水 那他就直接衝擊了他 但其實 其實 Witter所說的 你兩樣來都可以 當然 你喝到肚子裡 他有沒有好像眼睛那麼快 但是有些人還有價錢的考量 好像我兒子 他們年輕的兒子 我兒子永遠都會 我兒子現在是瑞士 他永遠都會 他媽媽一直寄兩樣東西 就是寄湯 和Look at me 因為醋那些 他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大家記住 包括你 木鯨眼藥水也好 喜歡賣夠任何產品 你木鯨眼藥水也在賣裏面 不需要獨立買六支 我都給你一個狗辭 會員網友 賣個4500元 賣個4500元 就有8500元 好了 我有兩個產品 大家應該見過 這個不是我減價 我賣到的 不過 服務員似乎 他就說不是 我覺得是外面賣得一般 就說要下價 我當然無所謂 你下價的 我賣便宜一點 就多些人都試過 第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 阿正喝過很多次 我們試過很多次 南非 鮑魚 鱸鱸頭 瑤柱火腿湯 這個湯 就比美我那個 花膠湯 裡面也真的有鱸頭肉 真的有南非鮑魚 我們買了159元 這個湯 你有想過嗎 其實這個湯真的很好 各位網友 特別是 如果一家六口 當然可以買幾包 但是一家六口 有時熬湯 我自己買湯 就這樣說 就會覺得自己熬過癮一點 為什麼呢 有媽媽 或者爸爸 心情在裡面 一家六口 你不買我這個湯 自己熬 我是沒有什麼大意見 但是那些兩三個人家庭 你真的沒有自己熬 我這個湯 全部香港製造 而且 老實說 第二個你不用相信 雖然這個不是我出的產品 但是因為經歷過我的參與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不是你在坊間買的那些 合裝湯 那麼簡單 完全兩回事 剩下的肉都不同 OK 完全是香港製造 之前我是賣多少 159元 那我都賣到 是他們外面賣不到 他們的市場 外面賣不到是合理的 因為159元實在是貴的 有些 他不知道裡面有 南非鮑魚 他不知道你的裸頭 他當是一般的 大陸做的那些 全部都是大陸做的 什麼魚人生 那些 怎麼會給你這麼多錢 但是 我們的網友 因為我這樣的推介 他們都會試一下 當然 我是賣得到 也不算賣得好 OK的 因為我做的 我做的 就是每天都催 但是現在不同 現在這個格 我相信 他很快會賣得很好 因為 根據他說 世神啼語 我是笑王子斬雞頭 說自己每一買一盒 輸一盒 他這樣說 但是就算是 做生意就是這樣 你下下要賺 我才沒有辦法 現在幾錢 99元 真是划算了 99元 你買一個蛇根 也八道東西 但法價檔都99 這個而且不用擺在雪櫃 OK 另一個就是慘敗 慘敗 這個很好喝 但是為什麼慘敗呢 近期我幫Kitty 賣她的法國藍龍蝦湯 我們上次喝過 好喝嗎 油鴨腿燒豬肉 其實這個也是在香港做的 法式龍蝦湯 有些網友喝開就知道 其實國有擅長 我不要說這隻好喝過人 但是現在就超便宜 之前賣98元 現在賣59元 有兩大湯碗 我想一湯碗加一飯碗 很大包 其實我有幾個客人 是經常常上來買的 叫她鑽龍蝦湯 都是這樣喝這隻 這隻真的非常好喝 這些都是 政府說好怎麼都好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一下 59元99元 真的好喝 我自己不特別推介這個 龍蝦湯 不是說龍蝦湯 本身龍蝦湯 它更好喝 怎麼夠我們中國湯好喝 遲些我們也會在歐洲國家盃期間 推出一些適合你們 在晚上的產品 我就煮了歐洲國家盃 為了衛免這一節太長 下一節我們回去再說一下這日事 休息一陣